針對近期我所接觸到的電子鼓 我想要分享一款 價位大概在4萬元以內 但是我覺得CP值最高的一套電子鼓 這套電子鼓是 ATV EXS MKII 我推薦這套電子鼓的原因 它的CP值非常的高 因為最近有個機會 我去朋友的工作室 去測試到它的這套電子鼓 就是這個ATV EXS MKII 這一組電子鼓 當然你在畫面上看到 我隨便敲的這一套就是了 但是它已經升級腳踩的海海 我記得第一次在看到 ATV這個電子鼓的時候 時間還蠻早的 當時台灣還沒有這個品牌 我在北京擔任一場 爵士鼓比賽的評審 就是總決賽的評審 全系列用都是ATV的產品 我對於這個品牌的第一個印象就是 它很有Roland這個品牌的印字 後來現在我在台灣 再看到這個品牌 它的發展已經跟Roland 走向完全不一樣的路了 Roland它現在變成是一個 比較像是一種3C產品 它的產品線非常的多樣化 然後更換的速度非常的快 它比較希望消費者使用這套電子鼓 像使用手機一樣 就是用了一段時間 當有新的產品出來的時候 我就選擇新的產品 所以你會發現Roland它有非常多的 各種細分的不同的價位 各種不同的主機 搭配各種不同的套件 這樣子來讓消費者更多選擇 ATV我覺得它就是一個比較 采取不一樣的策略 它比較著重在希望鼓手可以使用比較長的時間 最顯著的一點就是在於 音色 它的音色是目前所有的電子鼓裡面 我覺得同樣的價位裡面 所能夠測試到 所能夠聆聽到 聲音最好聽的電子鼓產品 如果在YouTube上面去看其他的頻道 關於ATV這套電子鼓的介紹 你會發現不管哪一個國家的介紹 以及使用者的使用心得分享 都會著重在它的音色是覺得最好聽的 目前 當然你說過個兩年三年它就難說 但在目前 它是幾乎被公認為 就是同樣價位裡面它的聲音表現是最好的 另外一點 我覺得它的可擴充性比較高 因為它有許多的音色 你可以去下載它新出來的音色 它有會推陳出新 許多新的採樣 那這些音色都非常的好聽 也非常的細膩 特別是鼓組的聲音的平衡度上面做得非常好 我並不是說Roland的音色不好 但Roland的技術大家都知道它的強項是合成 所以它的鼓的音色也是以合成為主 如果是YAMAHA的話 它還會有前幾個主要的指標音色是 取樣自於它的 像Oak Custom Mapple Mapple Custom 或Birch Custom 這三個最強的它的經典音色 ATV的電子鼓它的強項就在於 它是都採用取樣的技術 它的取樣技術特別會展現在銅拔 如果你有機會去比較一下 它的在銅拔音色上面 有一個跟其他的品牌很不一樣 其他的品牌的像Roland的銅拔的聲音 就是一個像是教科書裡面規範的標準銅拔 所以也不會有太大的驚訝 它就像是一個更現代感的電子琴裡面的銅拔 按下去你會聽到一個銅拔的聲音 滿好聽的這樣子 但是在我們實際上聆聽銅拔的時候 我們敲下去銅拔 我們會聽到這個銅拔的聲音 會有一種很細膩的 你會確實感受到的晃動感 以及在空間中回盪的這種空氣感 這種感覺其實是 這種聲音是很難被合成模擬出來的 然後ATV它透過一些採樣技術 把這個聲音呈現得很好 ATV在這方面的這種銅拔音色 絕對是它的一個強項 以至於我在上面演奏一些 一點爵士樂風味的這些演奏的這些節奏時候 我會覺得在ATV上面的鼓組 所打出來的這種聲音是最好聽 讓我覺得最接近傳統的升學鼓 這個感覺是相當好的 搭配它的電子拔 它的設計是配重比較均勻 拔在晃動的時候的晃動感比較平均 比較不會重量偏重於某一側 那這樣的敲擊的手感跟銅拔的晃動感 是非常接近於我們在傳統鼓上面所敲的銅拔 對於一個爵士鼓手來說 特別是演奏爵士樂的時候 在ATV這個系列裡面 我覺得敲擊起來是最有音樂的感覺 是最具音樂性的一個產品 再來就是關於它的腳感 以及它的手感 手感我們剛剛講的 關於在銅拔上面是很棒的 然後它全系列是採用網撞鼓皮 這個手感我覺得是跟ROLAND是不相上下的 但是在腳感上面 特別是在它的HIGH HAT 因為它的HIGH HAT就是採用光感應 在這個控制上面 它會呈現比較多的層次的細膩感 它會呈現比較多的層次的細膩感 它的腳的力道是非常大的 整體的價值的設計 每個螺絲的旋轉的手感 穩定的程度 都是我非常在意的一部分 無論是傳統的升學股或者是電子股 HIGH HAT的精緻度 緊密度 決定它的穩定的程度 也決定了它的耐久的程度 最後我稍微做個總結 ATV的EXSMK2 這套產品 是我目前在市面上 大概在4萬多以下的價位 我覺得CP值最高的一套產品 我覺得它適合的 對應到的這個使用 比較像是對音色 已經有相當程度的認知 或者是你已經開始學爵士鼓 然後我希望這套鼓 在家裡面一直用到 帶去我的工作室 放著教學生 甚至用這套鼓 輸出一些聲音 來做一些作品 都不會讓人覺得失望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是一個從初階 一直到進階 甚至有一些工作需求 甚至用這個來做音樂 你是這樣子需求的人的話 我覺得這套電子鼓 是可以精準的滿足 這樣子需求的一套產品 最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 適合自己的產品 並且玩音樂玩得開心